南京地下挖出了朱元璋女儿墓 在墓室中竟然有活人居住 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住在墓里 打开棺果后 主人的一海边竟然出现了不明液体 专家看到都满脸通红 怒斥实在是太不要脸 那么到底专家看到了什么呢 为何饶食见多识广的专家也如此愤怒呢 当初为了改善当地教师的居住环境 政府决定组织施工团队 在雨花台邓府山附界 兴修一座教室公寓 没想到挖土机一开工就出现了异常 竟然直接挖出了一座土坑 不一样的是 这土坑里面的稀沙 几乎像是流水一样源源不断 地底下好像有什么坚硬的东西 挖土师傅哪里见过这种情况 赶紧向包工头汇报 包工头也拿不准主意赶紧报了警 随着层层上报 最后政府请来了文物部门的专家 专家在勘测了一番后 给出了一个震惊众人的答案 这里面恐怕有墓葬 而且从已经露出的边角来看 可以看出墓穴规格之大 墓主人的身份恐怕不一般 既然确定了是古代贵族的墓穴 那就得赶紧采取抢救性挖掘 保护里面的文物啊 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 专家心里越来越疑惑 墓葬里并没有留下足够的信息 去判断年份 埋葬的身体很低 在墓道门口 只有一座古朴的石门 虽然石门上有一些文字 但是年代久远已经不能辨别出具体的意思了 不过根据墓葬的形制 应该大致可以确定是明代的墓具 难道这是明代某个贵族的墓吗 勘探工作还在不断的深入 石门的背后是围墙一样的东西 围墙的材质很特殊 虽然已经过了几千年 但是封闭性还非常的好 通过专家的技术手段 考古人员打开了围墙 发现墓葬里面更是别有洞天 墓室的主体部分呈现圆共形状 周围是一个个的动物石像 根据历史资料来看 明朝只有达官显贵 而且还得是高等级的贵族 才能够用这样的石像 这就又从侧面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 不简单 那么到底墓主人是谁 难道他是明朝的王爷或者是皇帝吗 就在每位专家都摸拳擦掌 想要深入墓穴探索墓主人的秘密时 有人惊呼了一声 看到眼前的一幕后 大家顿时心凉了下来 在墓穴入口处 有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倒洞 有的倒洞甚至已经延伸到了墓里面 这就说明在专家之前 已经有盗墓自己来过了 都说十到九空 难不成专家这次又要白忙活吗 不过就算是只有一分希望 我们都不能放弃 专家们最终决定硬的头皮挖下去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在墓到的最底端 专家发现了主墓穴 这应该就是墓主人棺果的所在地了 在找到棺果的位置后 专家们正准备打开棺果 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神秘老人 他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是活见鬼了吗 怎么地下的墓穴里 竟然出现了活生生的人呢 古兑墓穴里出现活人 这本来是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场景 如今却真实的发生在考古人员身上 所有人在看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人 说不害怕 那是假的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难道是古墓派的小龙女吗 不过我们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教育 告诉我们活见鬼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 不过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住在墓室里面啊 这位老婆婆告诉所有人 听我一句劝 你们先不要急着打开棺果 不然事后你们要后悔的 有胆大的专家问了一句 你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地下的墓室里 老人家环顾了一圈四周 叹了口气表示 我是这座墓的守墓人 祖祖辈辈都在守护这个墓室 而根据老人所说 墓里埋葬的居然是朱元璋的小女儿 福清公主 福清公主是朱元璋的第八个女儿 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 一辈子拥有妃嫔无数 但是情义最为深重的还是发妻 马皇后 所以在众多子女当中 最为喜爱的还是马皇后生的长子 朱彪 除了这个儿子之外 她第二个喜欢的 就是自己和安妃郑氏所生的八女儿 福清公主 据说这位福清公主虽然生在皇室 但是为人却谦逊之力 而且琴琴说话特别精通 在福清公主长大些后 朱元璋甚至特别为这个女儿 开辟了绿色通道 本来后宫女子是不能干政的 但是朱元璋特许福清公主 能够参与治国抵政 日常碰到什么解决不了的泥潭问题 都会让福清公主在旁边提一些意见 虽然福清公主的才能坑蔽男儿 但是毕竟不是男子 到了年纪还是要嫁人的 等福清公主成年后 朱元璋在朝臣中千挑万选 最终选定了张龙的儿子张琳 为了让张琳的身份和女儿更匹配 皇帝还特意封了张琳为驸马都尉 等到福清公主48岁的时候 她不幸感染了风寒 因为当时医疗水平有限 最终治疗无果离开了人世间 在听闻女儿的死讯后 朱元璋特别伤心 决定要以最高的规格 来操办福清公主的葬礼 有文献记载 福清公主的葬礼 是明朝所有皇室子女中理智最高的 专家都是历史学的极大成者 自然对那段故事了然于胸 一开始专家觉得 这个老人家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虽然从墓室的外观上看 这个墓穴像是贵族的墓址 但是在进入主墓室后 放眼可见四周 只是一个简单的长方形构造 并没有裹在公主墓那样的奢靡 说她还是朱元璋最宠爱的 福清公主的墓 那就更没有人相信了 当然墓室内外 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陪葬品 也可能是已经被盗墓贼 截图先登了 到底老人家说的话 可不可靠呢 如果说墓主人真的是福清公主 那么按照朱元璋 对她的宠爱程度 墓室就算不是大操大办 那也不至于寒酸至词呀 到底老人说的话是真是假呢 专家观察到 在墓室内壁上 有着一层厚厚的石灰 周围都是密密麻麻 看不清的自己 内容应该是介绍墓主人的生平 然而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没有人能看得懂 到底写的是什么 墓室的中间是一个石棺床 床上是一个已经塌陷的棺果 从石棺上寻觅做的图案上 有非常明显的花纹 这终于一些贵族墓室的模样了 墓中空空如也 盗墓贼的黑手已经伸到棺果内 此时专家的心都凉透了 看样的棺果里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发现了 不过这次探墓之旅 也不是毫无收获 在棺果上方 专家发现了 大量的绿油玻璃瓦 和凤纹滴水构建和残碎片 为什么棺果上会有屋顶上的瓦片 在勘测了周围的环境后 专家估计可能是因为年久失修 在大风大雨的侵袭下 导致墓穴顶上的瓦片掉了下来 落在了棺果上方 墓穴还发现了 这座精美的金钮扣 估计是盗墓贼 在盗墓过程中落下来的 最后 还有一个已经风化的石板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虽然外部已经受到风化的侵蚀 但上面的字迹还很清晰 由此可见 当初制作石板的工匠记忆之深 而上面的文字 也确确实实地证明了棺果的主人 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女儿 扶青公主 回到我们棺果内部 作为朱元璋最宠爱的女儿 她的陪葬品肯定少不了 这个棺果里会有什么宝贝呢 专家询问老人为何不能开棺 老人有自己的说法 作为守墓人 自己平时是住在地上 因为此处地是堤窝 所以这座墓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而自己从地上到地下 也有一条秘密通道 并不是大家想得住在墓里 不久前自己来这里清理的时候 发现墓室里居然有人住了进来 棉被床单也都搬进了墓室 似乎是要在墓室里长久安家了 而且老人还发现棺果 已经遭到了故意的破坏 虽然老人说得信誓旦旦 但是这周围并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啊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老人把自己拍摄的照片 拿来给专家看 你还别说 确实是这么回事 这人还把墓当成了宾馆 他不觉得害怕吗 不管怎么说 人都已经来到了棺果面前了 直接离开换作是谁 那也做不到啊 于是乎 几个专家将老人带到了一边 剩下的专家准备开始开关 在打开棺果后 果然棺果内空空如也 尸骨散落在一旁 而在棺果旁边 专家还发现了一滩已经干枯的液体 这到底是什么 专家不敢继续往下想了 肯定是那伙人留下的 这对于死者实在是太不敬重了 之后专家在周围又进行了发掘 可惜都没有更加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座古墓的文化价值还是非常的大的 他作为目前唯一一座 发现的如此大规模的明代公主墓 给予后人研究明代文化 以无穷的动力 而专家推测 朱元璋在福庆公主死后 确实有为其打操打扮过 可惜后来明朝败落 公主的墓穴也被盗墓贼频频关顾 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幕 看完这段视频 大家对于这段意外发现的福庆公主墓 到底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